娱乐中心林伟番报道资生堂千金李密产后5天 暴涨奶超级严重 并透露小宝宝要继续住院的消息 图翻设字李密脸书资生堂千金李密拥有 立的外表急火辣身材 被外界封为小隋堂 近日生下了第三胎子轩 她还晒出了一系列的哺乳 喜悦之情易于言表 还笑说儿子在看见妹妹喝时 竟吃醋崩溃大哭 没想到她一日又在社群自爆 个长奶超级严重的 胸部已经变成H级 她也难过 录坏消息表示小宝宝要继续住院 因为黄胆指今天又升高了变成15 李密透露产后胸部胀痛还 一直低奶 上一胎完全没有发生过这种事 图翻自李密脸书李密2020年 和阿Q廖震宏登记结婚 2021年10月下双胞胎 2022年再度怀孕 虽然体内其中一个胚胎 只生长 但她努力守护另一个宝宝 在上月28日中平安产下第三个女儿子轩 网友们纷纷到贺大 李密是地表最美妈咪 不过李密一日却在脸疏透 坏消息 产后第五天 我跟子萱要分开了 我可以 愿前往月子中心 但她要继续住院 因为子萱的大指数 今天又升高了变成15 核心医院规定要14亿 才能出院比较安全 只好忍痛跟她告别 轻微她 后一次母奶 阿Q没那么严重了 搞不好她明天就 怨了 超级乐观摩人李密 透露小宝宝要继续住 因为黄胆指数 今天又升高了变成15 图翻设字里 脸书李密接着表示 今天整个涨奶超级严重的 不已经变成H级 但是很胀痛还会一直低奶 上衣完全没有发生过这种事 应该是因为怀怀根如 都在保温箱里面 我完全没办法跟他们接触 跟围霸 这种长奶甜蜜的负担 让我终于有身为母 动物的感觉了 PO文一出 立刻引发许多网友热议 苦了 孕期于产后照护 真的好需要专家来帮忙 妈妈说我出生时 也是因为黄胆在保温箱待了 各月妈妈辛苦了